哈喽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CloseWave即时测验里面的投票题 老师在课堂上要调查同学们的意愿 给大家做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都用举手的方式来呈现呢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CloseWave里面不一样的 测验方式是投票题 假如今天我们比如说老师做了一张这个简报 我们要来调查原优会要做哪一个活动 在我们班的摊位上的时候 就可以使出CloseWave的投票题 一样是点点拖三字口诀 第一个点点选圈叉签笔的即时测验 第二个点点选投票题 所以要调查意愿的时候就可以用投票题了 老师再把你自己的简报啊 你写的文件档啊 任何你需要电脑上的所有素材 都可以直接截图派发 再提截图完之后呢 选项刚好我们是四选一 然后老师你还可以选择每人一票 或者是每人多票 调查意愿嘛 一人可以投几票呢 老师您可以跟同学自己决定哦 好按下开始测验 这个时候呢 同学的平板设备上就出现了这一个投票选项了 所以同学就可以自己写出他的心里最想要的项目 好 投票完毕之后呢 按下送出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画面上就会出现什么呢 老师这边就看到每个同学的投票结果已经完成啦 我们再按下结束测验 按下结束测验之后呢 这边一样会有圆柄图跟长条图的测验结果 那可以看到哦原来最高票的是啊这个第三个选项 你也可以张开眼睛看到每一位同学答了什么 所以呢如果今天老师在课堂上要做投票 记名或不记名的投票 可以用这个方式呈现 只要把眼睛关起来 那这样就会是一个不记名投票咯 作为要快速的调查同学们的意愿啊 同学们的选项啊 Close with的投票题会是一个您的好帮手